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 某次三军联合演训时 陆军的观测兵 发现空军的战机 正等数进入阵地上空 军爆此战机的高度为 3000公尺 仰角30度 6秒后此战机高度不变 但仰角变成45度 若战机飞行的路线 未偏离一直线 求战机的秒数 那我们根据提议 画出这个图形 首先观测兵的位置 是在O点 那么一开始 这战机呢是在A点 那这时候呢仰角是30度 那经过6秒后 战机呢到达了V点 那这时候这仰角 这是45度 那我们假设 所走的测量距离是X 那这时候呢 这战机是在高度3000公尺的位置 这我们标示一下 那么因为到达V点 这高度还是不变 所以呢VC线段长 这也是3000 那么这时候我们根据三小型OAD 这个直角三小型 这里是30度 那么这里是60度 所以呢30度对的比例是1 60度对的比例是根号3 所以呢我们就得到 这OD线段长度 这个是3000 根号3 那么这时候我们假设 AB线段长是X 单位是公尺 那么这时候 CD线段长呢也是X 公尺 那么现在我们观察 三小型OBC 这是直角 那这时候这个角度是45度 所以呢这个角度也是45度 所以呢这是一个等腰直角三小型 所以呢这时候VC线段长是3000 那么OC线段长也是3000 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就看出 这X加3000 这是等于3000 根号3 所以呢把3000移向 然后把3000提出来 我们算出X 是等于3000 去乘以 根号3 减1 那么单位是公尺 这时候我们要求的是 战机的秒数 那么战机 由A点到B点 花了6秒的时间 所以呢 这战机的这个秒数呢 是等于 X 去除以6 所以呢带进来 3000 乘以 根号3 减1 去除以6 所以呢我们3000 除以6 是500 那么就得到 这是500 去乘以 根号3 减1 那么单位是公尺 除以秒 这个答案 这件事是什么 的 帘子 帘子 这件事是什么 的 我说 帘子